2018年6月27日下午,2018亚洲部分孔子学院联席会议,开幕时在科伦坡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, 驻斯里兰卡临时代办旁春雪,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,国家汉办副主任玉云峰,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颜国华,斯高等教育和文化部,抚觅达瓦苏兰德拉,斯教育部抚觅雷杰孔,科伦坡大学校长迪萨纳亚克,凯拉尼亚大学校长塞马辛哈,来自亚洲八个国家,26家孔子学院课堂的代表, 斯当地汉语教师,部分中资企业代表及相关机构代表等约200人出席,玉云峰介绍了孔子学院的发展情况,感谢各方对支持孔院发展所付出的新奇努力和提供的帮助,表示汉办将继续提高孔子学院办学质量,推进汉语教学本土化,为促进文明交流互建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达瓦苏兰德拉抚觅表示,汉语是世界上重要的官方和工作语言,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,中斯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,方斯中国游客持续增多,越来越多的斯青年开始学习汉语。 此次会议将推动包括斯在内参会各国中文教育水平的提升,同时促进各国之间的联系。 达瓦回顾了中斯传统友谊,感谢中国政府一直以来,为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巨大帮助。 庞春学表示,古老的丝绸之路,曾将中国与参会的亚洲各国联系在一起,和平合作,开放包容,互学互利的思路精神,与开放、透明、互、学共赢的孔子学院办学理念相契合。 孔子学院以日益成为中国与各国增进理解,建立有益,加强交流的平台和桥梁,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,孔子学院必将在促进中国与各国人文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,为当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。 此次会议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,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,和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承办,会议将围绕加强孔子学院内涵建设,提高办学质量,推进本土化等一批进行研讨。